Hello,今天要来分享到的就是 2022年一些让我非常惊喜且爱不释手的新发现 新气味,想要寻找美妙的气味 想要被我种草的话,就必须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以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了 那2022年呢,我依然非常勤劳的 持续的更新我的频道 那在这一年当中呢,无论是我买到的香水 我试到的香水也是有非常的多 那一年下来呢,今天我就给你总结到了 15瓶,我今年非常惊喜的一些 发现或者让我爱不释手的一些香水 那15瓶这么多耶,我们马上开始吧 那首先来说到这一瓶呢,我已经借给朋友了 但是呢,在过去的两三个月 我感觉自己聊到他提到他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 大家想到是哪一瓶了吗? 我相信今天的影片你们也能猜到一定有它的存在吧 说的呢,就是Akro他们家的A WIC这瓶香水啦 那Akro他们家的这一瓶WIC,以咖啡为主题的香水呢 真的,在我第一次闻到的时候,已经是深得我心 还是得不厌其烦的再说一遍 就我觉得市场上有很多就是以咖啡为主题的香水 在我们去购买到或者在我们闻到以后啊 咖啡真的是配角 甚至是18线的小配角 或者是你闻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有那么一点点吧 但可能半个小时什么的也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但是咖啡在A WIC这瓶香水里面呢 它是从头到尾无可置疑的C味 就如果你是钟爱咖啡的香气 这瓶是我觉得你不可不尝试的一瓶 那A WIC这瓶香水的气味呢 简单的要我去总结 就是它从刚刚开始的这一个拿铁的咖啡香 一个稍稍带有奶泡感奶味的拿铁的气味 慢慢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它就会变成了一杯榛子拿铁 里面的榛子果仁还有甜度都会稍稍的上来 但是请放心 它的甜度绝对不会过高 而咖啡依然是主角 那在你喷上这瓶香水呢 无论是早上来作为一个提神醒脑的气味 还是说当你怀念coffee shop的气味 把它喷上就能瞬间把你带到了 或者在你身边凝造了一个coffee shop的氛围 所以对于咖啡的爱好者 咖啡香气的爱好者 这瓶香水呢 我相信也绝对会让你喜欢的啦 而Apro这瓶香水呢 除了香味以外 我觉得另一个小亮点吧 也可以说是 作为一个小众的沙龙香来说 它的价格性价比方面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尽管你是刚刚开始想要尝试 美食调香水啊 沙龙香 Apro这瓶Away呢 都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 好接着就来说到两瓶 2022年我在设计师的香水当中 发现的两支让我爱不释手 而且买回来以后呢 我也真的已经使用过好几次的香水了 那第一瓶呢 就是Burberry他们家的 For Her EDT版本的香气 那这瓶香水呢 如果你是钟爱青葡萄 葡萄饮料 葡萄味的人群 你一定会喜欢 你值得拥有 这瓶香水的前中调 散发出来的那一个 青葡萄特饮的香气 的确非常的讨好 也会让人忍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喜欢这里面的青葡萄味呢 它还原度很高 但同时扩香能力也是很不错的 青葡萄的特饮或者说青葡萄的香气 往往呢 甜度都很容易会过高 而这瓶香水 我觉得它中前调的这个青葡萄的气味 并没有甜蜜到我 我觉得尽管是在春夏天 我感觉自己还是很愿意 很自在的穿上它 那除了中前调这个饮人的青葡萄果香气以外呢 它主体的那一个有茉莉人冬 一些比较轻盈的具有透明感的花香气 也是在春夏天一个非常百搭实用又好穿的香气啦 无论你今天是一个大学生 或者你是已经工作过很多年的职业女强人 我感觉这瓶香水都是撑得起来 都是适合的 甚至当你想要找一些稍稍有那么一点少女性 又不会过分幼稚的香气 我觉得这瓶呢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咯 那值得一提的是Burberry他们家For Her EDP版本的 那个Original的香水呢 和这瓶香水呢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此呢如果你是喜欢他们家EDP 就是粉红盖子的那瓶香水呢 还不一定会喜欢这瓶 所以那瓶呢它里面有的是一个Strawberry 草莓的果香调 再加上非常类同Baccarat Rouge 540的那种 棉花糖搭配着撞红花的那种香气 而那个神四Baccarat Rouge 540的香气呢 在这瓶香水当中是不存在的哦 所以如果你是害怕或者说你不喜欢 Baccarat Rouge 540的那一股Signature的气味 那这瓶呢你也不用担心可以大胆的尝试哦 那另一瓶设计师的女香呢 要来说到的就是Nasiso他们家比较新吧 2022年全新的这一款Nearly Amber的气味 那Nasiso他们家小方瓶系列呢 我觉得好几款都是很不错闻的 要说我最喜欢的呢 可能还得是白瓶的小方瓶 但是一直都有听说白色的小胖子呢 可能要停灿 那除了白色的小方瓶以外呢 我感觉这一瓶绝对是这个系列当中 我心中的第二名 作为一瓶Nasiso他们家的香水呢 这一瓶的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 还是很不赖的 当然它只是一个EDT 就是淡香水的形态 因此我们也很难要求 能达到超过8小时的持香吧 但作为一瓶EDT 我感觉相比起市面上很多EDT的设计师女香来说 它的扩香它的持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这瓶香水呢 我喷6下的情况下 一个半小时 伸手的距离边都清晰的可以闻到 那整瓶香水的持香能力呢 在我的身上也可以稳稳的到6个小时 那如果喷到衣物啊 头发上面的话 我感觉7小时也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一个既温柔 同时又有着一点点热带风情感的一个香气 里面的一个热带的那种度假的风情感呢 主要是来自香水当中的鸡蛋花 尼奥里橙花的香气 那整瓶香水除了橙花 除了鸡蛋花以外呢 它还利用了尼奥里橙花油 一抹稍稍带有绿意感的 青色感的花朵 让整瓶香水的花香气 不会变得过分的粉 也不会变得很娇艳 反而多了一点年轻的活力 那花香无疑是整瓶香水的 一个最主要的香味 香水的 但是整瓶香水 由此自重 你依然能闻到 Narsiso他们家签名式的 这一个温柔 自信感的色香 把这些花香气 很好的包裹着 也在你喷上这瓶香水的时候 用香气 用这一个花香的气味 温柔的把你包裹起来 如果你想要找一瓶 在春夏天也适合 却用上的色香花香气味 或者说你想要找一瓶呢 温柔的同时 又不会过分的女人味 或者成熟的花香气 那也不妨可以去感受一下 试一下这瓶Narsiso 他们2022年全新的这一款 Nioli Amber的气味咯 好下面这一瓶呢 是我有在之前的影片 稍稍提到过 但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观看那支影片呢 这一瓶呢 我以前不爱 但今年重新爱上的一个香味 说的呢 就是 BDK他们家的 Rooch Smoking 这瓶香水啦 BDK他们家的 Rooch Smoking 这瓶香水啊 在欧美地区 真的非常的受欢迎 然而我自己 听了这么久 当然我也是尝试过的 我完全无法 与他们的 那种兴奋 连接在一起 我以前闻到这个气味 我真心觉得 它太甜了 而樱桃的气味 也不是我个人 非常钟爱的 一个香调 但是 今年 我不幸的 确诊了 然后在确诊期间呢 我就完全丧失了 嗅觉 那在嗅觉 慢慢恢复的 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再闻到这瓶香水 我真的不知道 是因为我嗅觉 变得没那么灵敏了 还是怎样呢 我再闻到它 真的好好闻啊 是一种 惊为天人的好闻 而且我再也不觉得 它过甜了 里面的樱桃香 于我而言 也再不化工了 现在你让我 再去闻这一瓶香气 我感觉里面的樱桃 反倒是一个 那种 新鲜的酸樱桃 再搭配着粉粉的杏仁香 再结合着 那一个 又能散发着 气质感 与一种 舒心感的 一个Vanina香草的 气味 而我觉得 整瓶香水 刚才聊到的 这一些所有的 结合在一起 似乎是很容易 会变成一个 稍稍有那么一点 廉价化工 甚至 幼稚的气味 但这瓶香水 它好就好在 它添加了 一点烟熏感 结合着 那个带有厚度 感觉的一个 零零香豆 与老丹芝 把整瓶香水的层次 整个提起来了 也让我 现在每一次用到它 都是这么的享受 所以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就以前觉得 这瓶香水 太甜了 里面的樱桃 太化工了 真的不妨再给它一次机会 再一次闻闻它吧 不知道是我的香气喜好改变了 还是怎样 反正现在每一次我闻到它 我都是这么的喜欢 再准备今天的影片 也感觉不能没了它的存在 BDK的这瓶Rooch Smoking 是一瓶我重新爱上的香气 然而呢 今年我在BDK他们家 真的发觉到 我在他们家 除了Gray Chanel以外 另外一瓶 非常非常爱 也是我觉得 我用完以后 我一定会回购的 一瓶香水 说的呢 就是他们家的 Kabat Rose 这一瓶烟草玫瑰香啦 这瓶香水呢 我也已经出了详细的香品影片了 在影片当中 我也已经表达到 我对它的爱 那对于一个 钟爱烟草香的人来说呢 我在听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我已经非常的期待 然而在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我不得不说 它完全没让我失望的同时 甚至有给到我 更多的小惊喜 因为这瓶香水呢 名为Tobot Rose 但是里面 除了玫瑰与烟草以外 真的有更多 值得你去爱的地方 这瓶香水呢 刚刚喷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闻到的 既不是玫瑰 也不是烟草 仿佛是一个 柠檬果酱 在配合着 梨子的果香调 一个 有点 秋日感的 有一点厚度 与粘稠感的 一个果香调 接着在你穿上的 10分钟 15分钟开始 这个梨香的气味 会一直保持着 只是降低了一些 但是整瓶香水 煮掉的一个 深红玫瑰 搭配着肉桂 与巧克力粉的香气 就会融现 而这一个美妙的气味 也是让人流连忘返啊 那随着你穿上时间越久 香水基调当中的 烟草 木质香调 广阔香 劳丹芝 这一些 也是为整瓶香水 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就真的 这瓶香水的 前中后韵 穿上它的每一分钟 我都是这么的享受 我感觉它是一款呢 大众接受度 蛮高的同时 自带它的性格 同时在香水的一个 扩香流香方面的表现力 也很不错的一个气味 在你体验这瓶香水的时候 你也能体验到了 那一种精致的 法国香水的工艺 这一点无疑 也是为这瓶香水 大大加分的啦 好 接着就来说到 如果今年要排 我最喜欢的香水 前五名吗 这一瓶必须榜上有名 说的呢 就是 YSL他们家的 Baby Cat 这瓶新香水啦 YSL他们高定系列 2022年的这瓶新香水 如果还没有试过的你 我真的强力的推荐你去感受一下 尤其如果你是 Vanina香草的爱好者 你是东方调香水的爱好者 或者你是喜欢一些 带有烟熏感啊 稍稍有那么一点 抑郁风情感的香气 那这瓶香水 我相信你会喜欢的 那Baby Cat这瓶香水呢 这推出以后啊 我也听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入手到 我还没有闻到 但我还是不敢把期望放得太高 因为总觉得有时候欧美的博主 他们会喜欢的一些香气 我们还真的不一定会喜欢 但是这瓶 能那么受欢迎 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 尤其在未来的秋冬天 我觉得这瓶 我都一定会想到把它拿出来 用起来 Baby Cat呢 是一瓶带有辛辣感的一个东方调气味 香水刚刚开出的时候 你最明确能闻到的 其实是一个那些香汁 在配合着辣辣的一个东方辛香料的 那种香气的组合 整个香水一闻到的时候 你已经能闻到它是一个比较深邃的 有厚度的一个香气 接着香水里面的葬红花 还有那个乳香的气味 就会大量的涌现 而在这里乳香的气味 真的非常的迷人 也是为整瓶香水大加分的 而如果只停留在这一个部分呢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由葬红花创造出来 那么一点带有动物性的皮革感 还有那种辛香料 那种乳香香汁的气味 可能会变得过分的抑郁感 或者男性化 但是放心 调香师添加了大量的Vanina香草 而且是一个稍稍带有烟熏感的Vanina香草 完全把这瓶香水变成了一个无性别 而且在更多的时间场合 都能被好好利用起来的性感又魅惑的气味 整瓶香水里面的甜度 辛辣感 烟熏感 甚至动物性 各个方面 它都没有过多导致到别人难以接受 反而是每一点都很克制 平衡的很好 让我每一次穿上它所得到的那一种温暖感 那一种自信感得以提升 也因此呢 这瓶香水必须出现在今天的影片 我甚至会说 它也一跃成为了在YSL他们家 高定系列当中 我最最推荐 也最喜欢的一瓶香气 好 下面就来说到两个 我感觉值得更多爱的沙龙香品牌 第一个说到的呢 就是Kerosene 那说到Kerosene呢 如果要说到今年他们家的新香水呢 那就必须说到他们的Followed 那一瓶以咖啡香为主题的香水啦 但是一方面 我觉得今天已经聊到了 Akro他们家的Awake 二方面呢 是其实Kerosene他们家Followed 那瓶香水呢 之前我才刚刚出了全新的香品影片 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 他们2022年全新的那一瓶Followed的香水 这一瓶扩香持香 完全没话说 完全是野兽级别的巧克力咖啡的香气 那请去关注我之前刚出的香品影片啦 而今天呢 我倒是想要选到了他们家 这一瓶 名为Copper Sky的香气 这瓶呢 不是他们家的新香 这瓶呢 也绝对不适合你忙买 请不要忙买这瓶香水 更准确的说呢 我觉得Kerosene他们家的香水啊 扩香持香真的都非常的强 持香啊 15个小时都是稳稳的 而且他们家很多的香气 都是有那么一点点挑人 且很丰富 甚至有一点猎奇的 所以真的不是一个适合你忙买的品牌 那他们家的Copper Sky这瓶香水呢 更是不适合你忙买 然而我选到它 我会钟爱它 我是特别想要推荐给你钟爱药香气的人群 而这里面所说的药香气 可不是那个淡淡的中草药啊 或者说药柜子里面的那种药香气 或者那种安神的淡淡的药材味 这里的药香气 它是气势磅礴的 它是让你闻着它 就会不自觉的暖起来 甚至有一种热热烧起来感觉的 一个浓郁的药材 搭配着药酒的那种药香气 这瓶香水非常的苦 这瓶香水也会带着红花油 或者那种铁打笋伤的时候 会用的那种药油的酒香味 我觉得它的香气是非常独特的 我觉得它的香气也是非常挑人的 那你问我有什么场合 会想到用到它呢 可能还真的不多 但是整个香水的一个调香 整瓶香水给到我的一个气味的感受 或者说里面的药杆药酒的 那一个香气的冲击力 真的让我非常的难忘 因此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挑人 也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是这么的实用的一个气味 我依然想要放在今天的影片 那如果你也是这个类型香气的爱好者 你感觉市场上其他药香气的香水 都不够强劲 给你的冲击力不够厉害 或者说持香扩香不够强的话 那么他们家的Coopersky 你真的要尝试一下 应该会让你惊艳到 既然说到了一个不适合你忙买的 沙龙香品牌 那这个品牌呢也是其中一个 说的就是Soologist他们家的香水啦 Soologist他们家香水呢 每一次我提到我都会跟你们说 不要忙买 请先试香 那他们家甚至有一些香水呢 我感觉是创造力或者欣赏性 这一些方面会多于实穿性的 然而今年呢让我闻到了 入手到了他们家犀牛这瓶香水 真的有让我惊艳到 本来我对这瓶香水啊 就在看香材表啊等等的时候 完全不感冒 就我是试过Soologist他们家很多香水的人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想要试这一瓶 但后来我就想要把所有都试一遍 未来可能想要拍合集嘛 试到这瓶 我真的没想到 它会让我这么的喜欢 这瓶呢也可以说是一个 带有药感气味的香水 然后这里的药感和刚才的Kerosene 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的药感就是那种让人安神的 像是中草药的草本感觉 甚至一点点凉茶感的 那一种药香味 那除了松树 俗尾草 薰衣草 这一些组合而成的一个草本的药味 苦味以外呢 你还能闻到了爱好 黑茶的茶叶 新鲜烟草的气味 这瓶香水在我眼中呢 是一个比较不同寻常的木质调 也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不同寻常的绿色调香水 就这里的绿它不是那种翠绿颜色 也不是那种墨绿颜色 它是那种深绿到已经发黑的 整瓶香水真的会像是 它香水瓶里面的液体那种色调 黄黄的绿绿的又有一点点混浊的感觉 在我心中呢 它是一个无性别的香水 但可能对于部分的女生来说 有那么一点点过分的男性化吧 每一次喷上它 都让我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每一次穿上它里面的草绿味 都让我有一种出世的感觉 但同时呢 香水积掉当中那浓浓的烟草味 又会让我感觉它是一瓶很入室的香味 就这种矛盾感 其实是蛮美的 所以如果你也对Soologis他们家的香水感兴趣 或者正想要尝试更多Soologis他们家的香水呢 犀牛这一瓶也是一个很值得你去发掘的气味咯 好 接下来这一个呢 是我近期也收到了好几个信息 想要我分享的品牌 那不就来了吗 这瓶香水呢 今年在我的影片当中还没出现过 但今天必须给它一个出镜的机会 说的呢 就是CH Dawn他们家的这一款 叫做Medley 这瓶香水呢 要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气味 但是这么简单的香气却这么的讨好 让我愿意用这个价格把它带回家 也让我愿意在未来的夏天里面想到它 把它拿出来用起来的一个香气 Medley这瓶香水的气味呢 香气组成非常的简单 你可以说它就是一个柑橘调的气味 但是相比起其他柑橘调的香水 我觉得它更多了一份仙气 也多了一份不是由水深调 而带来的一个水气感 一个透明感 全靠里面的充满了水珠的茉莉花香 这瓶香水的香彩表里面 只有葡萄柚、橙子与茉莉花 却在你闻到这瓶香水的时候 完全给你复原了一个在地中海地区 躺在海岸线旁边 所闻到的、体验到的氛围感一模一样 就在你刚刚喷上这瓶香水的时候啊 你真的会莫名的闻到了一个 非常淡的海风、海盐的气味 但它完全不会带有那种水深啊 或者海洋调 就是那么一点点的盐 一点点的咸味 结合着这个柑橘调 这一个仿佛是还原到地中海地区 柑橘树、柑橘树上面的果实 带来的那一抹充满了活力与清新感的柑橘调 再结合着小颗小颗 仿佛是泡在了水里面的白色茉莉花 让它成为了一瓶不是有多么独特 但是非常适合在春夏天穿上它 每一次穿上它也让我有着一种放松、舒怀感的一个气味 我甚至还可以很大胆地说 说的就是Joel Loves他们家的这一个Mango Thai Lime的香气啦 我手上这瓶香水我只是用过一次 但其实这个气味我已经用过不下五次了 因为我已经用掉了三个四香了 那Joel Loves这个品牌呢 我记得年头的时候我也说过今天想要多多尝试他们家的香水嘛 那订了一些四香当中呢他们也特别多附了两个这一个气味的四香给我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气味在他们家非常受欢迎吧 那顾名思义的这瓶香水当然就是以清零与芒果作为香水的主题啦 那不得不说这瓶香水在你闻到的时候呢 这两样东西都绝对是主角 这瓶香水呢也是非常的点题 闻着它真的就是忍不住会心微笑啊 尤其如果你是钟爱芒果的气味 我觉得这一瓶呢也是其中一瓶你一定要去尝试的香气吧 我自己个人呢对于芒果的气味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能过甜 然而在这一瓶里面当芒果配合清零的酸色感 让这瓶香水的甜度于我而言真的就是刚刚好 这瓶香水呀在你刚刚穿上的20分钟左右 清柠檬的酸色感是最强烈的 整瓶香水的酸色感也是在这个阶段最强烈的 清柠檬的那种酸色感清新感真的会让你的口腔都充满了唾液 也会让你有一种精神一阵的感觉 接着香水里面的芒果香是一股清芒果的芒果香就会涌现 这个时候它会让我马上想到了泰国 让我想到了在泰国旅游的愉悦感 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里面的清芒果就会渐渐变得更成熟一点 凉凉的薄荷 黄色的芒果 白香果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香材表里面没写 但我自己也会感受到的 一个仿佛是lemon grass 马鞭草一样的气味 里面的每一个香材 每一个气味 都让人仿佛置身在泰国一样 想到了他们美味的食物 想到了他们让人放松的spa 那种度假感 那种夏日的感觉 谁会不享受呢 因此呢在收到这瓶香水的试香以后 我也是连续两天都忍不住 一直在穿它 而作为一瓶果香调为主打的香水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整体扩香能力和持香能力 也是不赖的 就整瓶香水我喷六下的情况下 有喷到一点在衣物上面的话 我六个多小时再去闻我的袖口啊 依然是有着香气残留的 虽然它不是一个创造力很高 或很猎奇的香气 但是它给到我的愉悦感 却是无用自疑的嘛 好 接下来呢 就说到Mwatch他们家的这一款 Ufature的南香啦 这瓶香水呢 我也出了独立的香瓶影片了 这瓶香水呢 也是一瓶我一闻爱上的气味 是一瓶呢 你们给我种草 让我一定要去尝试的气味 虽然在独立的香瓶影片里面呢 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留言 跟我说 让我一定要去闻闻看 他们家Ufature的女香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机会闻到呢 但我会的 放心 我一定会的 我看了一下女香的介绍 我感觉自己应该也会蛮享受的吧 那说回我当时在买的时候呢 也只有Ufature的这瓶南香 那这瓶南香呢 我觉得它是一瓶完全无性别的香水 我作为一个女生呢 我也很愿意穿上的一瓶带有酒香气的烟草香 这瓶香水的起初最明显的当然是它的狼母酒 再搭配着小豆蔻 肉豆蔻与葬红花的气味 还有明确的一抹杏子的果香调 它的前调是有那么一点点甜度的 但这个甜度被辛香料的辛辣感 很好的平衡着 让它成为一个男生都很适合很愿意穿上的甜度 接着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呢 香水里面甜甜的安息香 那个带有烟雾感的乳香 莫药广惑香 再配合着香水当中 檀香物焚香与这一个烟草的气味 就会成为整瓶香水的一个主线 也是在你穿上的整个过程当中最为突出的气味 我感觉它是一瓶自带身价 有着一股它不需要向你原付 你也知道它是富贵的 它是有权威的 它是有地位的那种感觉的香气 如果你是刚刚想要尝试一些带有美食料感觉 或稍稍带有甜味的男性香水的男士们 很容易穿上爱上的一个气味啦 尤其在秋冬天 我感觉闻到别人身上有这个香气 于我而言也是一种享受啦 好下面呢就来说到 阿蒂仙他们家的玫瑰椎翼这瓶香水啦 这瓶香水呢感觉自从我购入以后 也好几次在影片当中聊到它了 逐渐我对它的喜爱吧 这瓶玫瑰椎翼的香水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讨好 对于玫瑰香气的爱好者当然是不能错过 但是尽管玫瑰不是你最钟爱的 你特别会关注的香气 我觉得这瓶依然值得你去发掘 那一个温柔又滋性的玫瑰香 真的可以成为无数女生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好被利用起来的无脑香水 任何的时间场合年龄段都适合用上这瓶香水 而且我觉得这里的玫瑰香 它是完全不会过时的 再过十年我相信我闻到它 我依然会喜欢依然很愿意穿上它 要简单的来说它吗 就是一个柑橘玫瑰的气味 从开出那个明亮清爽的柑橘调 衔接到那个自带荔枝香气的 娇嫩的淡粉颜色 上面还富含露珠的粉红玫瑰 再到香水基调当中 那个干净又带有蓬松感的色香调 每一点都是这么的温婉 这么的温柔 而整瓶香水呢 虽然它的扩香能力不算是非常强吧 我自己喷六下的情况下 一个小时吧 我觉得伸手的距离还是非常清晰能闻到的 但整瓶香水的持香能力呢 在我的皮肤上面也可以稳稳的超过七个多小时 所以这瓶香水在扩香和持香能力两方面 其实表现都是有让我惊喜到的 市场上云云这么多清新调的玫瑰香来说 我觉得它的确有凸显出来 也绝对值得玫瑰香水爱好者去一试的香气啦 好那既然说到玫瑰的香气了 那相比起刚才阿地仙 玫瑰最异的 这一个比较小家碧玉感的 一个乖巧温柔的玫瑰香 接下来呢 我就要说到一个气场更为强大的 更具奢华感的一个玫瑰香 也是今年我入手到最贵的吧 但虽然贵我依然觉得非常值得的一瓶玫瑰香气 说的就是Roger他们家的Enigma Au这瓶香水啦 那我手上的这瓶Enigma Au的香水呢 是他们香精的版本 这瓶 这瓶香水呢 要简单的来说 它就是一个玫瑰乌木的香气 但是我觉得 它是我闻到 我最享受穿上的玫瑰乌木的气味吧 就很多玫瑰乌木的香水呢 里面的丝绒玫瑰或者说那个香气组合以后 给到我的会是一种更为暗黑一点点的氛围感 但这一瓶里面的玫瑰 玫瑰的香气非常的突出 但是这一个玫瑰里面的荔枝感 荔枝的果香气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也让这一个玫瑰乌木的气味变得更为明亮 更年轻 但依然充满了奢华感 充满了气场感 我甚至可以把它形容为我心中的女神像 就Roger他们家香水呢 有很多我觉得真的蛮老气的 就可能他的市场吧 他的目标客户吧 真的要有那么一点点历练 有那么一点点年纪 才更能花得起这个钱去购入他们家的香水吧 但这一瓶真的一点没有老气感 反而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年轻的乌木玫瑰香 整瓶香水的开出呢 你会先察觉到的其实是柑橘玫瑰 再加一点点荔枝的果香调 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 荔枝玫瑰就会成为整瓶香水的主角 再搭配着淡淡的乌木香 接着随着香气的发展 荔枝玫瑰当中的玫瑰香还有乌木 那个稍稍带有动物感的乌木香 就会越发明显 渐渐成为整瓶香水的一个主角 这里香水的基调当中的广阔香 檀香木还有粉粉的鸢味 这一些也是随着你穿的时间越久 慢慢才会涌现出来的 我感觉这里面粉粉的吊吊 它不会带有那种滋粉味 反倒你能闻到的更多是来自木质感的那种粉吊 它甚至是一瓶在春夏天 尽管气温稍稍高那么一点点的情况下 就夜晚聚约会的时候 我依然能穿上的一个乌木玫瑰香 那我虽然不是一个很追求 很钟爱乌木玫瑰香的人群 但是这瓶乌木玫瑰香的确有惊艳到我 也是让我再闻到以后呢 再也不想放下 要把它带回家的一个原因 那对于钟爱乌木玫瑰香 或者你就只爱买一些 非常高单价的香水的人群呢 这瓶香水也是我很推荐 你值得去闻闻看感受一下的啦 好 影片最后呢 要来聊到的就是这一瓶 应该也可以说是这一个 2022年我发觉到 让我惊艳不已 非常喜欢 甚至想要all in他们家香水的品牌 说的就是all my luxury 这一个香水品牌啦 也是一个你们给我种草 让我一定要去体验的香水品牌 用了以后只能说真的太喜欢了 那他们家我试到的好几瓶香水 我都非常的喜欢 那今天呢我就只选到我手上这一瓶吧 也是一瓶呢我越闻越上瘾的一个气味 Ul Aqualaria的这个香气 那这瓶香水呢有了解过的话 也是很多人说它很像 另外一瓶我很喜欢的 Federmal他们家Promise的那瓶香水 那像不像呢 那我觉得这两瓶香水呢 首先是来自同一个小香室嘛 再来呢就是这两瓶香水呢 的确有着很多共通之处 一样的地方 但这两瓶香水呢又有着 一定的不同 就我觉得尤其是在香水 刚刚开出的时候 真的蛮像的 那个苹果粉红胡椒和玫瑰的组合 那个香气的确是蛮像的 但是随着你穿上的时间越久 就是Federmal Promise那瓶香水呢 它的药感要比这瓶香水 来得强烈很多 那种强势的磅礴的感觉 也要比这瓶来得强很多 那相比起Federmal他们家的 Promise那瓶香水 我觉得Omanusuri他们家的 Wood Aquilaria这瓶香水呢 是要更实穿的 更易穿的 这瓶香水的中后韵 它的药感降低了 取而代之的更多是一种 污木与烟熏的感觉 一个粉粉的老单枝 一个烟雾飘渺的烟熏感 而我觉得香水里面 添加到那一个淡淡绿意感的 熟维草 也是很好的把这瓶香水里面 厚重的药感 所平和掉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之前有被我种草到 Federmal他们家 Promise那瓶香水 你有去闻过以后 你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点 难驾驭 但香气的形态上面 你是享受的 那我觉得Omanusuri他们家的 这一瓶Wood Aqualaria 可能会更适合你哦 同时呢 我觉得它也是一瓶 别出心裁的乌木香 Omanusuri整个品牌呢 更是一个 我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在香水的香气独特性 扩香能力 吃香能力 各个方面都让我非常满意的 一个品牌 在2023年呢 相信你们也会陆陆续续的 听到我 看到我 来聊到更多他们家的香水 好 一口气呢 就给你分享到了 2022年 我发觉到的 用到的 购入到的一些 让我爱不释手 让我惊喜不已的香气 那不知道2022年 你是用到的 或者你入手到的 最喜欢的香气 最想象我们种草的香气 又有哪一些呢 希望你一定要留言 来告诉到给我们哦 那也非常感谢 你的观看 你的陪伴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拜拜